千北市教育局21日在平宁茶叶博物馆举办重阳敬老活动 60位学生世代职工采一对一方式 恭敬的为长辈们奉上一杯包装茶 老人家喝到如同孙子般的孩子奉上的茶 表示相当感动 教育局则期盼能够借此培养学童感恩的精神 10月21日是九九重阳节 配合千北市10月份的艺术教育院 教育局在平宁茶叶博物馆举办了重阳敬老茶香满意活动 邀请平宁区与实定区60位长辈 还有平宁实定和平国校60位世代职工一同参与 不动首先由创作歌手范怡俊带来 由他自己作词作曲的《云云不敌春》 这首台语歌曲节开序幕 风俊还走下台来与长辈们握手祝贺 在优美的歌声与充满茶香艺术氛围中 让这场今朗活动格外有人文气息 接着教育局副局长黄敬怡也邀请了中泉树 徐伟祥两位世代职工带着自己的长辈上台 为长辈奉上一杯包种茶 表达满满的感谢与祝福 好多我们的小朋友 特别献上他们特别调制的茶叶 要祝我们两位阿嬷重阳节快乐 那事实上在比星伯七 公众385万这样的人口里面 其中我们65岁以上的长辈 占了11% 大约是42万人口这样的分布 那事实上新北市很早就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很希望 我们成为我们对高龄长辈的一个最友善的城市 随后60位平临国小 时定国小还有和平国小的时代职工 依序端出了包种茶 一对一的来到了所有长辈面前 以最恭敬的态度才贵资为长辈们奉茶 现场气氛十分感人 长辈们表示 喝到了孩子们诚心奉上的好茶 相当开心 尤其这样的活动可以培养孩子们 孝顺敬老的精神很有意义 很欢迎 得很香 得很好吃 很好 人家感觉很好 老家了 烘胎 挺好 今天可以扮这个小朋友来 给这个老婆的经典 真正的老人很尊敬 很开心 为什么很开心 因为阿公阿嬷有来 另外活动现场也设计了与茶艺有关的六个体验区 包括了池湖展茶运 有小小泡茶师示范泡茶礼 大家来找茶让长辈体验制茶过程 在茶点飘香区则是让大家亲手制作绿豆糕 丰富精彩的节目 让长辈们度过了一个欢喜的崇洋佳节 记者成品张门琪 频林采访报导